各位傳媒記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屯門警區刑事總督察黃秀玲 以下會聽大家簡報一宗偵破了的搶掠案件 案中的女事主是一名外籍的大學家換身 在星期日4月11日警方接獲事主的報案 她在當日早上約6時 獨自走回大學的途中 行經屯門庫泰村被一名男子搶了她的手袋 首都裏有護照、身份證、港幣、歐羅等大約8000元的財物 這個男子得手之後隨即逃去 事主亦立刻報案 案件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組調查 屯門警區非常重視這個案件 尤其是事主是高於今年1月才隻生來到香港 在香港既沒有親人 亦都人生路不熟 所以警方在接獲事主報案之後 除了立即進行調查 亦都與事主和他的大學保持聯絡 以提供適時和適切的支援給事主 在深入調查及情報分析之後 警方迅速鎖定一名涉案人 並在昨晚即是4月15日 在屯門區裏面拘捕一名26歲本地男子 罪名是搶劫 被捕男子報稱是無業 相信是有三合會背景的 現在現證被扣查之中 警隊一向致力保障所有在香港生活的人 的生命和財產 無論他是本地居民 或是訪港人士 警方必定竭盡所能 採取措施 防止和徵破罪案 使香港繼續 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安全 和最穩定的社會 在這裏也警方重申 搶掠是一個嚴重的罪行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判監禁十年 市民切勿因為想賺快錢 就以身事發 我的簡報是這麽多 看大家有沒有問題 問題是請問 請問 請問外籍的交換生 是哪個國家的 他是西班牙的交換生 沒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今天警方局局長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